來,首先請各位看課本 四圖87頁 所以我們風先跳過去 直接跳到雲雨的行程 請各位把課本翻到87頁 那下禮拜我們談風 那如果時間夠我們再看一部影片 來,降雨的效果這邊 有提到空氣降溫的過程 然後各位閱讀一下課本的86頁 課本86頁找到了嗎 在課本的86頁當中 有提到讓空氣乘雲置雾 這邊不是寫置雲 雲霧的形成的原因 雲霧的成因 有提到三個作用 第一個作用 你把關鍵字畫起來就好了 叫做膨脹冷卻 找到了嗎 好,那空氣要能夠膨脹冷卻 的前提是空氣要有上升運動 所以你把空氣快上升 這個強調一下 全部每一行都重點了 所以你全部畫就沒意思了 你就把關鍵字提一下 空氣上升會產生膨脹降溫的效果 這叫做膨脹冷卻 而這個過程請注意 它是跟外界沒有熱量交換的 所以一般我們把它稱之為絕熱過程 請各位參考講義一起翻譯一下 講義四支十六頁 有那個圖形示意圖 介紹空氣上升膨脹冷卻 下沉壓縮增溫的結果 然後它的溫度變化率 這邊它畫的是三十二十十 講的是未飽和的 每公里降十度 地理課本通常會寫百公尺降溫度 你們這個學了嗎 地理那個空氣在銀封面 跟背封面的作用學了嗎 上升度膨脹冷卻 但是要看它是飽和還是未飽和 如果已經飽和 那每百公尺只會降0.6度 就是講義裡面寫的 我們一般地理課都是用公里 一公里降幾度 6度 可以吧 就看它飽和了沒有 好 那這個是膨脹冷卻 那膨脹冷卻作用 主要跟雲的形成有關 主要跟雲的形成有關 你注明一下 第一點 那個冷卻效果的第一點 主要是跟雲的形成有關 然後第二點介紹的是 輻射冷卻 抱歉 第二點介紹的是 輻射冷卻作用 然後課本是寫地面散熱 把強調字句畫起來 夜晚地面是不是用 紅外線輻射方式在冷卻 白天也是啦 但是夜晚因為沒有吸熱 所以它就會散熱出去 那假使它不斷的散熱 就會造成地面溫度降低 這個是輻射冷卻作用 那它有機會達到空氣 降溫達到飽和 那就會形成 在地面附近 有凝結成霧的現象 你們有學過雲霧的差別嗎 靠近地面是叫霧 在高空的懸浮的 這些水滴或冰就叫雲 所以一般而言 像這個你註明一下 這個叫輻射霧 如果在地面附近 那這種霧通常在清晨左右出現 日出後氣溫回升這種霧就會消散 所以在台灣的春天經常漸淡 春天經常漸淡 因為春天水系比較多 然後它就比較容易在清晨天氣晴朗的時候 比較容易發射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般天經常的雲量比較長 那雲少的時候那種散熱效果會特別好 因為沒有那個保溫作用 這叫輻射冷卻作用 那這個輻射冷卻作用 課本解地面散熱 再註明一下 比較有學會的說法叫做輻射冷卻 它的成因是跟霧比較有關係 那我把它寫一下 就是課文的第一點 第一點 膨脹母雀主要跟雲比較有關聯 然後這個是跟輻射物比較有關 物有基本的兩大類 一個是輻射物 一個是平流物 那這個輻射物通常日出後不久就散掉了 注意一下 這個雲只有溫度下降 輻射物也是只有溫度下降 露或霜 露跟霜的成因和輻射物有點像 但它不是懸附在空中 是附著在物體表面 真的 大部分是降溫達到飽和的 注意這兩個都是只有降溫 但是請各位看一下課文的第三點 在88頁 那又是另外一種 讓東西飽和的方式 暖濕空氣移到冷地面 重點是一個比較溫暖潮濕 那冷地面的空氣是比較冰冷 一個水氣多一個水氣少 但是本來都沒飽和 或在一起變成飽和了 一般我們稱為混和冷卻 那因為它常常犯水平流動 也有人把這個水平平流冷卻 看到嗎 不管是混和冷卻還是平流冷卻 你可以註明一下 它這個部分 比如說像平流物 多半跟這個有關 通常設行平流物 請注意喔 這個不只溫度下降 水氣也有增加 水氣我就用它英文代號E代表 如果你看不懂你就用中文寫 課文第三點 在課本的88頁第三點 這種物就叫平流物 通常可以停流好幾天不散 所以你聽到金門啊 桃園機場被農物籠罩 對不對 那好幾天影響了航班 講的大部分就這種平流物 因為它水氣有增加 所以它基本上要等到 霧散掉需要好幾天 它不像輻射物 只有純粹溫度下降 那個只要氣溫一虧升 它就消散掉了 就可以吧 所以這三個分別造成不同結果 那我們高一的考試重點 通常會放在語音的部分 那地理課本如果提到物理 你就再學一下 這樣的話 把重點放在語音的部分 所以請各位 把這四個語音的成音 特別花時間弄懂 翻回到課本 87頁 這個就是你們地理課本講的 地面加熱作用 就是對流語 就是對流作用 熱對流造成的 就是對流語 那這個是地形舉聲作用的 地形語 然後這是低壓中心 空氣往中心 符合的 符合作用造成的 這個一般我們 低壓系統 就叫Cycle 中文叫氣旋 就叫氣旋語 那如果冷暖空氣交會這種的 是暖空氣被舉聲 暖空氣被舉聲 冷風暖風都什麼風都一樣 你們地理有學風變種類了嗎 國中有沒有學過風變種類 學過冷風暖風自流風嗎 我採訪一下 國中老師有教你求固風的舉手 國中有學過求固風的舉手 好 手方向 那這個我們課本裡面有提到的 天氣系統部分 那其實是封面 好 所以它有四種雲雨的形成機制 共同規則是 這四種都是地面排升作用 造成 不是 都是空氣上升作用造成的 絕熱過程 產生的膨脹冷卻效應 就是雲的部分 好 所以你重點先放在雲 然後物的部分有分別 你就看題目敘述給你的條件去判讀 好 以上這個跟地理講的差不多 你地理地課可以混著用 好 那我現在主要講的是 它的過程變化 它的過程變化 那我現在直接利用講義這個題目來練習 好不好 這樣比較清楚一點 課本 請各位把課本直接翻到地形效應 八十九頁 看一下地形效應跟天氣的關係 這張圖很簡單 這張圖在說明的是 像我們秋冬季節 受到大陸高壓影響 應該說海陸分布的影響 這邊它沒畫完 這邊是一個阿流聲低壓 所以空氣大致上會從陸地吹向海洋 但是這麼大的範圍要考慮可視力 所以台灣會吹東北風 然後這個很明顯 中央山脈在這裡 銀風面的北部 東部跟東北部 雲量就比較多 那西半部就比較輕啦 因為它是背風面 那它的基本觀念就是這張圖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練習這張圖形的相關知識 各位看這張圖 然後來回答問題 課文有寫的知識哪來用 課文寫的知識在哪裡 第一點 我們現在就討論膨張明確就好了 誤的我們先不要理他的 瀏覽就好 好 觀察課文跟你全面學過的所有知識 不管是地理或國中地科老師教的都可以 然後你想一下 在空氣塊上升的時候 哪些選項會變小 聽好了 這題答案不只一個 這題答案不只一個 看到嗎 全對才會獲得加分 答案不只一個 空氣塊上升 這五個物理性質哪一個會變小 或應該說哪幾個會變小 討論一下 你們坐在一起就討論一下 好 準備 請準備 有60秒開始做答 所有答案選出來 多選 對 答案只一個 答案只一個 答案不只一個 答案不只一個 全部正確的答案都把它選出來 錯誤你就不要選 這個沒辦法參考了 因為上面有的同學是好選的一個 我選的還有幾個 那小老師 下禮拜 上課前一天提醒同學一下 把普拉爾通通充滿電帶來 然後要帶文具 下禮拜我學期當然要寫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同學們做到的結果 然後這裡面 我們先公佈結果 降低選項變小的是氣壓 跟溫度而已 要這兩個全對才算對 這兩個都有選的才算對 像這樣 你們剛才 你們剛才回答的問題裡面 你們必須要兩個都正確的 A C正確才有 所以很多就選了A 但是沒有選C 或多選是錯的 然後就是有些 有些看到一個很高度 看到一個很下降 蛤 對啊 那主問你嗎 空氣塊上升時會變小嗎 來 我們從頭推理起 來 首先第一個 空氣上升 剛剛不是講過嗎 越往高空是7啊 會越低 對不對 所以越往高空 它承受的壓力會越小 A要選 這塊空氣上升過程 它承受壓力會越小 高度越高速 承受壓力會越小 然後它的體積會因此而怎樣 膨脹 所以體積應該是變大 這叫膨脹 對吧 那它膨脹的時候會耗成掉自己的內能 所以它溫度就會降低 所以請注意它的溫度會下降 所以溫度要選 變小的時候要選 溫度如果降低 請問你 剛剛講過嗎 它跟外界是沒有熱量或能量交換 物質交換的 所以它本身如果溫度變小 是不是容納水氣變少 但它原來水氣有沒有變 注意喔 最後一個是不變的 露點它本來水氣有多少就是多少 對不對 不變 可是它溫度變低了 所以飽和水氣壓 飽和水氣壓是變小的 所以相對是度會升高 相對是度會升高 什麼 醫學這樣的露點是跟它自己 含有多少水氣有關 懂得意思嗎 譬如它本來水氣有10公克 不管它跑多高看還是10公克 只是它溫度降降降降降降到10度了 那就飽和了 如果還沒降到10度就還沒飽和 知道嗎 所以露點是不變的 但是相對是度會怎樣 升高 因為它水氣不變嘛 可是溫度在降低 所以相對是度會升高 所以你可以說它打到飽和 也就是打到露點都可以 就會出現雲的 這樣可以 所以你要每一個都懂喔 我這一題是問上升嘛 下降呢 空氣快下降就相反 知道嗎 但是請注意 如果銀封面 聽到了 如果銀封面有出現凝結成雲降雨的現象 這代表水氣有變少了 因為有時候水氣變水低了嘛 那露點就會跟著變低了 所以不是全部都變反 露點要另外考慮 真的嗎 好 這是我們這個題目 好 再來我們再看一題 再看一題 看八十九頁地球聊天室這個考題 然後它的問答題部分 我們一起來做一做 這團空氣 看圖說話 雲到幾公里高出現 題目告訴我們 多高的位置 它本來幾度 三十度在地面附近 飽和了嗎 這一點請注意 因為地理老師有時候 都是直接二分法 飽和與未飽和而已 然後 銀封面都當作飽和座 但是在我們第一個觀點來講 不會是這樣的 這塊空氣在地面 有沒有形成雲 沒有 它幾度 三十度 對不對 它開始形成雲的位置 幾公里高 題目有寫 題目是不是有寫 一公里高的位置 開始出現雲 有沒有 代表空氣在這裡飽和喔 可以嗎 好 第一題我們剛剛做過了 原因是因為壓力變小 體積膨脹降溫 對不對 然後第二題請問你 上升到幾度 對不起 下降到幾度會飽和 一十度點幾度 跟問法不同 但結果是一樣的 第二題問的是 幾度會來要飽和 你看看嗎 也就是露點幾度的意思 考試它有時候用來要問你 有時候要問你 好 三十度沒飽和嘛 爬到一公里高的飽和 你就一邊思考 你有答案時間 只有六十秒 好 請各位開始做答 它現在三十度沒有飽和 爬到一公里高 就會飽和 請注意 零到一公里空氣飽和了沒有 在形成雲這段期間 之前空氣飽和了嗎 還沒 所以每一公里用降幾度做要算選對 都會跟地理講的不一樣 因為地理都把空氣一上升就當作飽和做了 然後 那是不對的 應該是這樣子 不是正確的 還沒有雲之前就當作會飽和做 還沒有形成雲之前就當作會飽和做 所以一公里會降幾度你要選對 才不會算錯 那過程你自己寫在你的課本裡面 因為考試都會用到這些觀念 聽好了 第一次段考 各班平均分數都太低 那因為天文本來就比較難 第二次段考 老師們會把手上的題目多出一點 包括你課本的問題 跟講義的考題 所以你每一個題目都要找時間趕快做一做 其實很快就要期中考了 再兩個禮拜嗎 對嗎 所以你可以開始準備做 尤其是氣象考題 臨時背背不完 你一定要先弄走 否則你就算背也沒有用 好 我們開講 然後同學們大部分都選擇C是正確的嗎 正確的 他在地面附近 看一下 因為他本來這個可以寫 為什麼現在不能寫 現在變成不能寫 好 他們在地面附近 對不起 他們原本在地面附近 抱歉 怎麼跑不出來 好 這塊空氣原本在地面附近 是30度 然後到1公里高之前 0公里到1公里高這段時間 是還沒有飽和 所以你要用每公里降幾度 10度 所以他地面30度 到這個位置你可以直接飆上去了 這塊空氣就剩下20度 剛好飽和 所以代表20度就是他的路點溫度 這個就是路點溫度 TD 可以嗎 好 那你現在想一下 如果他繼續往上跑 3公里高的山頂 3公里高 假設山高大概3公里 他到山頂的時候溫度會是幾度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做這一題 來 這題做過了 第三題 來看一下第三題 到達山頂幾度 這一題是手寫題 請各位從頭到尾的計算過程寫完整 從本來30度 你可以列式子就好了 從30度 減多少減多少 最後變成幾度 把式子列出來 答案做一下記號 兩分鐘 你可以直接寫 你也可以寫在課本 然後拍照上傳 你們看到一個相機譜號 有一個手寫筆 你可以直接在平板寫 你也可以寫完拍照 但請注意 如果你是用平板 Frior這個拍照 一律用橫的 才不會當機喔 橫著拍 機器擺成的 所以如果你有手紙本 你就在紙本寫也可以 你就列式子 我就看到了 30度減掉 剛剛不是做過了嗎 第一段是要做0到1公里的 然後再做1到3公里的 把式子列出來 答案寫出來 答案註明一下故隙 那老師這段已經算完了 寫完在時間結束前 馬上還有一分鐘 你也可以手寫在課本 然後把你那個畫 寫的結果拍照上傳 也可以喔 下禮拜的活動會用到拍照上傳 所以你可以先練習一下 當然手寫跟拍照 只能選一種 還有誰有參與還沒教的 現在只有13位 應該還有7位 然後時間到你來不及送 你寫多少他就會幫你送出來 對 時間到如果你還沒送出來 他有連到你的話 他就會直接幫你送出來了 我記得我們上禮拜有練習過手寫題嗎 對不對 你也可以手寫也可以拍照都可以 好我們結束這一題 時間到了 我希望下禮拜至少有30台 最好每個同學都帶來 最好每個同學都帶來 好我們看一下同學的結果 同學的資料結果 欸你那個計算過程 如果要寫單位 就通通寫 應該是度C不是度 稍微留意一下這個基本的規則 好 大部分同學都有算出來是幾度 8度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同學的作答結果 這個就是一個標準錯誤 這誰提供的標準錯誤 來 你可不可以3公里每1公里都用10度算 不行 因為開始有雲之後是不是看到空氣飽和 會不會每公里都降10度 不會 各位請注意 這是重要的觀念題 這裡自己註明一下 為什麼飽和以後 它就沒有降到10度1公里 而是只有6度 各位還記得嗎 空氣飽和是不是凝結 凝結會吸熱來放熱 凝結 水氣凝結成水滴是吸熱來放熱 是不是放熱 就像你家裡面浴室一間大家好幾個人共用 第一個進去洗澡完之後 第二個進去浴室才會悶熱 因為牆壁天花板鏡子上是充滿了水滴 代表空氣中的水氣有凝結現象 會放出熱量 那一樣的道理 水氣凝結放熱 有雲的那一段 會抵消掉降溫效果 看到嗎 所以它每公里就只會降五六度而已 題目給你六度就用六度算 題目給你五度就用五度算 這不要背 因為考試通常會附給你 因為每一個空氣性質不一樣 反而就有差異了 假設它是用六度來算 可不可以直接這樣寫 不行喔 要小心喔 這一點請留意 這一點請留意 然後這邊標準的做法 我們就用這個 以後你們記得 你們在寫這個時候 儘量把紅色留給老師用 儘量把紅色留 你們這個過程如果要寫 單位就把它寫完整 這是對的 本來只有30度 0到1公里是不是未飽和 所以用10度算 剛剛我們算過嘛 那個雲的雲底 這個雲的底部 就是在這裡 應該是減掉10度是20度 但是只要雲出現的 在這段雲的過程裡面 就當作飽和 每公里只會用6度算 所以20度再減掉12度 就剩下8度 這樣就對了 所以這一題應該是幾度 8度 8度 你也可以分段做 像這樣也OK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來不及的 有時候是你連線沒連到 他根本不讓你送 有時候根本你在發呆沒寫 也會自動幫你送出來 有沒有別的答案 沒有了 好 那這位同學 如宜是忘了什麼 1到3公里 對不對 忘了要2公里的降溫 所以6要乘以2 忘記做 老師你就留意這些細節 好 那現在請看最後一題 請各位看最後一題 他到達山頂現在幾度 8度喔 前面如果還不會算的 你就當作你會了 到這邊8度 可以啦 好看最後一題 一樣這個最後一題 那如果在背波面請注意 一律視為胃飽和空氣 來注意 在下沉過程 一律是從胃飽和空氣來解決 可以嗎 所以都是用胃飽和空氣的 上升降溫跟下沉增溫 是一樣的度數 都當作胃飽和空氣 可以嗎 好3點幾度 然後可以直接從8開始 喔可以從8開始就好了 這一題我留太多時間了 好我們就開始寫吧 從8開始就好了 下個禮拜請各位 務必把Flyer充滿電帶來 第二個 你就算沒有充滿電 沒有Flyer 你要帶一個可以上網的工具 下禮拜我會讓各位寫表 跟你們學習單 你沒有辦法帶來寫 你作業就會零分喔 挺好的 你們還沒寫完嗎 好了就寫一些把它送出來 你們可以測試一下拍照 送答案的效果 因為有時候字很多 我們之後的問題會越來越複雜 已經送了就送了 不能再送 如果你是用手寫拍照 你可以手寫拍照測試一次 因為以後如果題目是問答題 你那個寫的字可能超過20個字 甚至要畫圖 你用平板是很難做的 你用拍照送出來比較容易 好 趕快送出來 下課時間常常網路會不通 寫好就趕快送出來 因為下課時間 有很多同學會上網 會影響到網路的流通性 另外一個就是 有可能 教育局網路有時候在下課時間會出問題 因為它是管全台北市的 好了就馬上送出來 還有三位同學沒送 是已經擺著不寫了對不對 好各位記得喔 下禮拜一定要把弗萊爾帶來 就算你沒有弗萊爾 你一定要準備好一個上網工具 不然你沒辦法做 下禮拜的學習單或測驗 那我們結束這一題了 還有一位 好我們結束 來應該都知道 下課三公里 就是加上三十度 三十八度 還有人算錯耶 這座山有三公里高 這樣可以嗎 好那像這種問題 一定要會 這是學測 期中考都喜歡考的觀念題 講義有很多題目 請回去自己練習 講義有很多題目 回去自我練習